二十大报告 让您一起来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一线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一线执政 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 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 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维护宪法权威 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障善治 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统筹力改费市转 增强立法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时效性 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 坚持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 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 坚持科学决策领域立法系统立法系统立法